何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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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董事长他不在 何总 董事长 我拦着他了 可是他说他今天 非要见你不可 听说那天你在办公室里 晕倒送医院了 怎么样好些了吧 拜你所赐 已经出院了 那你今天来找我 有什么事吗 你明知故问 刘青平不都跟你说了吗 你要是再让我说一遍 就不怕又晕过去啊 你别哭啊 这可不像一个 女强人的作派 让别人看见了 会笑话你的 我 好 我 你 我 你这么多年 恨我怨我我都认了 我知道我欠你的态度 可是我真没想到 事情的后来会变成那样 小琴 老虎 你真的要进城啊 对 好了 猜手说好了 下星期过来接我进城 让我怎么办 等我发了财 我一定会来接你 你要是骗我呢 我怎么手机扔下来 些行画 老虎走了 快点 игра 走了 来 等一下住 来 等家中 走走走 走走走走 老虎再见 再见 叔叔们 兄弟们 我们今天从农村里出来 就一定不能再回去 老爷们出来 就一定要换出个人样来 对不对 对 既然我们答应了 别人两期的工程 就一定要完成 有没有信件 有 干活 好 老虎 清平 慢点 慢点 过来 来 谁的信啊 苏文勇的 你媳妇的 媳妇的 我媳妇怀孕了 我要当爹了 我媳妇怀孕了 真的 我要当爹了 真的 恭喜 恭喜 我要当爹了 恭喜 文勇信信了什么 他说他快要回城了 这小子 总算能回去了 高兴坏了 是所有知情代回城吗 也不是 要是已经在村里成了家的 就走不了了 你要是不想小心走啊 赶紧回去娶她呀 她就跑不了了 算了 她好是一城里姑娘 我不想她因为我一辈子 待在村里没办法回城 你还挺伟大的呀 那是你才知道 行 走吧走吧 赶索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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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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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老虎 怎么 怎么 我有个好机会 不知道你要不愿意试试 什么机会 你不是梦想做包工头吗 我舅舅有个工程 不过他没空 要是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推荐你去试试 这可以吗 当然啦 不过我舅舅说了 这个机会只能留给自己家里人 够了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我不想知道你离开我进城以后 都干了些什么勾搭 我听着恶心 我只想知道 你为什么对我这么残忍 为什么要在我产后最虚弱的时候 带走我的孩子 你在家刷什么呢 没 没什么 没什么 谁电报 你笑一个吗 我快说的到底是谁的 你说 何美琴怎么了 他说什么 快说不让我掐死你 他怀孕怎么了 我也怀孕了 我也要生了 你必须要在我身边 你什么时候知道 已经好几个月了吧 他一吃到怀孕就给你来信了 信哪 我凭什么给你 我把他们都烧了 无关系啊 小型和孩子儿 我三肠狼狼 我他妈要你命 管老虎 你这是干什么呀 同志 这是产房 不能随便进来 你帮我小婚了一千 我是她丈夫的 谢谢 小型 老虎 你终于回来了 孩子出生了 是男孩儿 你怎么这么傻 为什么要把我生下了 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 你答应过我 不会丢下我不管的 你先休息我吧 我拒罚我孩子 来 我不能生 我生了就回不了城了 我刚带你给她的 她不能生 她不能生 她不能 她不能 她孩子不能生 她孩子不能生 她不能生 生了就回不了城 我产后大出血 昏迷了三天 醒来才知道 你把孩子给抱走 问谁 谁都不知道 你和孩子的去向 我发了疯一样地找你们 等你们 可是什么消息也没有 最后还是被回城的知情 拖上了回城的车 从那天起 我就发誓 一定要找到你 把我的儿子给抱回了 没想到 没想到 你欺骗了我那么多年 其实儿子他早就 快点啊 你别哭了 其实我也挺难受的 我怎么学你啊 一直没敢把真相告诉你 就是怕你受不了 没想到 刘清平那个老鬼 她说出来 管老虎 我恨你 我会恨你到这辈子的 最后一天 我永远永远都不会原谅你的 对不起 对不起 说实话 这些年我就没睡过一个好觉 我只要一睡着 一做梦满眼都是你哭着跟我要孩子 所以我才每天喝得醉醺醺醺 才能睡会儿觉 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啊 打扰您二位的雅兴了 您二位这儿唱的是哪一出啊 我说何总啊 您这也一把年纪了 怎么总想着勾引我爸啊 我爸身边的小蜜 可都能喊你一声妈了 您也不觉得害臊 小蜜啊 小蜜啊 你给我闭嘴 怎么了 我今天非要骂就不要聊老女人 你给我滚出去 你有空陪这个老女人风花起立 却没空去坟前看看我吗 她虽然已经不在了 可她是唯一给你激发的妻子 是你亲生儿子的母亲 哈 美琴啊 小伯也不懂事 您别跟他一般见识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与其蔓运他不懂事 倒不如承认你作孽太多 我不会说回那句话 我会恨你一辈子 到最后一天 直到看到你遭到报应 美琴 美 美琴 美琴 老刘 来来来 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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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站不下 老刘啊 我闺女就快要嫁到你们老刘去了 可你还有点事没跟我说 什么事 你忘了 那次在医院 你让我拦着星辰去验血 这是怎么回事 王才啊 二十多年了 我还以为啊 这个秘密啊 我要带到坟墓里去了 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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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 太好了 太好了 老天保佑啊 老刘 这个没问题啊 你媳妇生了个双胞胎 全村人都知道 都羡慕你啊 王才啊 那个时候啊 我真是觉得 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 可这幸福啊 来得突然 去得也突然哪 哎呀 爸爹 你快看啊 你怎么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我脸都死了 哪儿也不死 幸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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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这么 没 没气了 这 我不会这样 我的儿子 幸福啊 幸福啊 你听 什么声音 幸福啊 幸福啊 星辰 韩晨娘 你快看 韩晨娘 造孽啊 这是谁把孩子 扔在咱们家门口的 您听上听 看我刚失去的一个孩子 现在又还给我一个 天忆 你糊涂啊 到时候找上门来 你不是还要还给人家吗 谁都知道我生了两个 我就说这孩子是我的 不会有人察觉的 你这不是抢人家的吗 什么抢 别人都不要了 还不准我捡回来吗 反正我要这孩子 你要是不同意 我就随我那可怜的孩子去了 你 giant 哪怕 就是 你 许多 老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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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的事情就过去吧 我说这俩孩子 怎么长得不一样呢 王蔡啊 说句心里话 当时啊 真是没办法呀 是是是是 那那个弃鹰 到底是谁的孩子 后来你知道了吗 没过几天 他就吵来了 刘生平 刘生平 老虎 你怎么来了 你不在城里吗 前几天你在门口 想到那个孩子呢 什 什么孩子 小疯癖 我躲在门口 看你捡去我才走了 我不知道 那是谁的孩子 还能是谁的 当然是我的 你和晓芹的吗 是 那你没有人把孩子丢了 我在城里我回让了 没法跟晓芹结婚 再说 他还是为了这孩子跟了我 他就一辈子没法回城了 我不想耽误 那天听街上婆说 正好你家媳妇也生了 我想说放你家门口 也能有口奶和 孩子在哪儿 赶紧给我 带他进床去 还 还 孩子 都说敢不敢把孩子给我 老虎 那孩子死了 什么 死了 好好孩子们可能会死你少骗我 真的 那天我给他喂奶 他不喝 小脸还紫乎乎的 老牛又拍又掐 可不顶事 天还没亮 就过气了 我不想 你肯定是在骗我 想发现我儿子是不是 你听说我生了孩子 没听说我生了两个 是啊 是啊 你不信我带你去看看 走吧 刘婷平 你没帮我救下我儿子 你欠我条命 我也不想占人啊 我又不敢声张 只好连夜给他埋在这儿了 这不是我的错啊 小秦在产房 把孩子交给我的时候 压根就没想过 会把孩子带走 还满心意外会回去 跟他结婚 现在他要知道 孩子已经死了 他不得疯了 那 那怎么办啊 我告诉你 如果他要过来问你这件事情 你绝对不能说实话 听了没有 你说你压根不知道这件事情 其他事情剩下的我会去解决 我就告诉他 我把孩子扔到 以后他找不到的地方 还能让他有个念想 听懂吗 那也只能这样了 刘清平你欠我一条命 你给我记住 我真没想到 我真没想到 居然是他俩的孩子呀 那何美琴 后来找来没有 能不找吗 疯了死他找 那时候 真敢当知情 陆续回程 他实在找不着 终于死了心回去了 也幸好他回去了 不然怎么能成为 今天的大老板呢 要说这哥俩 这身世可真是够取得的 那星辰跟星火 到底哪个是那孩子 我看 你早点休息吧 你早点休息吧 爸 我给你准备的药怎么不吃啊 你身体还没好呢 你还知道关心你爹的死活 还算你的心呢 没被狗吃了 你要真关心你爹 就听爹的话 这是你奶奶留下的 拿去打几个新养子 尽快地把一朵取进门来 爸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我是一时冲动 我跟他没有感情的 为什么一定要逼我娶他呢 有感情也好 没感情也罢 肚子里的孩子是无辜的 你必须得对他负责任 我还告诉你 你要是不听我的 我就一坨撞死在你面前 爸 你 你不相信是不是 不是 我告诉你 不然的话 我愧对一朵 愧对人家网财 愧对我八辈子的老祖宗 爸 你别生气啊 你到底答应不答应 我问你答不答应 我可没点命 我也没点心 你们都非富即贵啊 我一个农民工 配不上给你一桌吃饭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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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自己挤的自己是吧 不是 你老实跟我说 为什么不去呢 你信不清楚 他肯定还得请挂老虎 我不想见他 你不是不知道 你还在为星河那件事生气呢 星河已然平安回来了吗 再者说了 请客的又不是他 你不去 博的可不是他的面子 是博的文勇他面子呀 对了 文勇还说了 有重要的事情要问你 他跟我有什么重要的事啊 你就别啰嗦了啊 明天我给你治本身好衣裳 你就跟着我走就行了 好 等着 好叔 请客回来了啊 这么晚还没事啊 好好好 走啊 爹啊 好叔这么晚找你 什么事啊 说是苏文勇 要请吃饭 苏局长 怎么这么突然呢 谁知道啊 说有什么重要的事跟我商量 不知道卖什么关子 爹啊 不会是跟苏梓彤有关吧 跟梓彤有什么关系啊 他说要叙叙旧 我就琢磨 这跟他们有什么好叙的啊 叙的也是让人笑话 希望如此吧 睡吧 睡吧 清明哥 来了 大领导啊 别来无恙啊 怎么永远这么年轻啊 你这嘴就是不饶人啊 快坐 快坐 今天啊 这儿就得好好叙叙旧 不能光叙旧啊 你看这也不规划多少未来啊 以后我这发展全告你啊 一会儿再说一会儿再说 来 喝水 对了 清明 咱们俩啊 都弄成亲家了 知道吗 温勇啊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果然不知道啊 我告诉你吧 我们家那丫头啊 这怎么都看上我们家星河了 俩人扯了结婚证 这不会吧 我们家星河可没这么大胆子 敢追你们家姑娘 这么大的事 她不跟我商量啊 这一定搞错了 温勇 这事也怪我啊 对那姑娘啊 管得太严了 逼着她老想嫁人搬出去住 这个 我估计你们家星河 是被我们姑娘逼着 找来对付我的 这事还没证实 但是咱俩也得做好凉手准备 清明啊 你能攀上文勇家这门亲家 你这苦日子就熬到头了 还行啊 话说啊 你说这清河这小子 那样子出溜的 下手挺狠啊 管老虎来了 什么事聊这么开心啊 老虎啊 清平啊文勇 攀上庆去了 那攀上庆去了 这怎么回事 这你还不知道吧 清明家那星河 那文勇家那丫头 领结婚证了 这怎么可能啊 那子彤那是个大学生 怎么可能看上他那个 又土又又难看的清河呀 我们家小伟啊 那追子彤追了多少人呢 根本就没追上 老虎啊 你别在这儿胡说八道了 这 什么情况还不清楚呢 广老虎都说了 他儿子还没追上呢 哪排得了我们家星河呀 这一定是搞错了 今天不是来叙旧的吗 行 对对对 先不说了呀 美琴呢 对 何美琴呢 咱们老迟到啊 他不来正好 咱们哥几个先喝着 他来了 又得给我脸色赶过开酒去了 不是 星河哥 你们俩这个 陈佑 要不是为了你啊 我真不愿意给他喝酒 行了 我知道 以前的老虎对不住你 他这么多年了 该过去就过去了 对对对对 你得给文勇一个面子吧 再者说了 茅台呀 不喝白不喝呀 真 来 来 干一个 好 谈指一回三十年 转眼啊 我们都不获了 行 三十年前 咱们还都是小伙子呢 混着还都是剑子肉的 现在不行 真的老了 所以啊 我才背了这两瓶 三十年的茅台 正是应了今天 咱们聚会的主题 这三十年茅台可不好弄啊 那是 我喝着 真不如三十年前的土酒好喝 这求命 怎么 没我的酒啊 服务员 给我买上 何大美人来了 管老虎可等你半天了 去去去 好旺财 就你这样破嘴 三十年都没变 给你换个胃 我白跟他做一起 好好好 坐坐 你说你们两天欢喜远点到什么时候啊 今天说好了啊 可以谈过去 谈将来 不许掐架 变为人生到齐了再举一下 来 来来来 你让我们以前共同度过的日子啊 来 好 来来来 来 吃菜 今天啊 把大伙聚到一起啊 一是为了今天 我们相识三十周年了 二一个呢 是为了市里重点建设设项目 外来工之家 我想听听你们大伙的意见 等 等会儿 外来工之家 嗯 这是要盖房子吧 这可得有我的事啊 行 你一会儿再说 好 北京 我希望这个项目的锦标呢 你跟老谷能够握手言和 共同开发 毕竟你们俩 是我们实力 实力最强的两家房地产公司 我不希望看到你们相互死杀 对不起 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我早就发过誓 在生意厂商 有他没我 有我没他 看看 你看看 不说没钱啊 你干吗老这么针对我呀 不就是为了过去那点事吗 刚才都说过了 该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过去 我都在痛苦中度过了半辈子 你现在说过去就过去啊 你们这么做不是让我为难吗 不用为难 我们公平竞争 用实力说话 没问题 奉陪到底 翔老虎你少说两句 你先 坐下坐下 今天是朋友聚会 说好了不恰恰 坐坐坐坐 文勇啊 你看看啊 过去的恋人 现在都成了仇人了 过去穿一条裤子的亲兄弟 现在啊 你得看着别人的脸色说话了 就这样 我怎么就不爱听你说这个呀 这人心变了呀 说到这个啊 我得检讨一下啊 别怪我 最近工作太忙 没有经常 没有经常 组织大家一起聚一聚 所以啊以后啊 我们还得多聚 我看来 你瞅瞅 这刚一见面 就跟要吃了我似的 以后怎么再一块见面 你行了你 就你欠的 你哪儿这么多废话 来 喝酒喝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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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 不是 没钱啊 这一转眼 我们这大半辈子也就过去了 我知道 你这心里很苦 可这老我过得也不轻松 我呀 就是希望看着大伙都好 老我 你是一爷们儿 来 给你一任务 你要把你们这问题解决了 主动一下 好吗 肖没有 我帮听你的 来 追这个 咱再干一杯 来来来来 干一个 干了 来 来 来 李经理啊 谢谢你这段时间照顾我 之后呢 还请你做个关照呢 行 这狐狸精太不要脸了 什么意思啊 他是老板的小蜜 又和邵当家黏黏糊糊的 和刘秘书也没来眼去 这又跟刘经理勾勾搭搭的 太不要脸了 让老板知道了 准让他吃不了兜肉走 咦 大唐那边来电话了 我得先忙去啊 好吧 你快点去吧 dec will Dat SKYquer 乱七 我得ическая 特企业 以是 食品 对 桧 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来 来 星光 这什么这么臭啊这是 那个我给他们吃了点肥 这 什么肥啊 就是 就是 厕所的 你赶紧搬出去 快再把一朵给熏着了 我想一朵也应该挺爱闻的 好 看到前边的那些人了吧 你一会儿就去他们当中找一找 看谁愿意把我们老板种菜 好的 您不行这些挑选了想吗 这样的事情需要我亲自去做吗 你是不是以为我很闲啊 是 我一会儿回公司开个会 你什么时候找到人 就直接带到公司来就好了 明白 要我送你吗 不用了 今天你把这件事情办好就行了 什么时候找到人就回来啊 好 找到国上 哎呀 老板找到了 老板找到了 老板 老板找到了 老板 总裁的 总裁的 不总裁 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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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不总裁 不总裁 不总裁 总裁的 你们干什么 我的菜 我的菜 这里不可以卖菜 我也不是卖菜的 那也不能占于公共大陆 我只是刚刚把他搬出来 让他们透透气 晒晒太阳 看见了就说一会儿 没看见的时候不知道摆多长时间了 东西我们没收了 要是木族的就可以到队里申诉 喂 同志 走了 走了 你们 你们的队在什么地方 我问你们话呢 太过分了 你们说搬走就搬走了 兄弟 兄弟 刚刚那菜是你种的吗 对啊 菜种得很不错嘛 那当然了 我在我们村种的是最好的 可惜被他们搬走了 兄弟 你愿不愿意去跟我们老板种菜呢 什么 对 我们的菜地是在空中 而且老板会给很高的底薪给你 这 你骗谁呢 那空中怎么种菜啊 你是刚刚就知道了吗 你们老板 你们老板菜园会不会很远啊 我要照顾病人的 就在前面 很近的 真的啊 真的 菜园在空中 我倒想去看看 走吧 走吧 我的车在这里 坐我的车走 真的不远啊 不远 不远 不在前面 不许骗我啊 不许骗 真的就在前面啊 对 大哥 大哥 你究竟还带我去哪儿 都说是种菜吧 种菜 你别蒙我了 这是大厦 怎么种菜嘛 上机就知道了 你再等我一下 大哥 喂 柳助理啊 你让我找的菜能我找到了 你们在哪儿 我们现在一楼 直接带他上去吧 董事长等急了 好 好的 大哥 这上面真的有菜园啊 对对 上机 你别骗我 不骗你 上机就知道了 这谁做的 太聪明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空中花园吗 你到处看一看 老板等下再来 我先走了 好 太棒了 就算了 就算了 我家里在里面 你肯定是吗 这儿是怎么做的 你肯定是吗 我肯定是没有 在这儿 你肯定是吗 你肯定是吗 那你肯定是吗 正午的时候 阳光太充足了 你这么浇水的话呢 就直接导致 它们会死的 这个时候应该 把它们盖起来 每一种植物 都是有生命的 其实浇水 早上和晚上浇就可以了 好 我明白了 小伙子 你怎么懂那么多啊 别的不敢说 种菜是我的强项 太好了 你看我一个人 管这么大的菜园子 这些种菜 这些什么学问 我真是搞不懂 你要是能来教我 你要来帮我最好了 你愿意过来帮我吗 我当然愿意帮你 但我也不知道 他们让我在这儿等消息 没事 那咱们边干边等 你教教我好不好 好啊 好 那我们先把它 给遮盖起来吧 好 好 知道了 真没想到你们公司 这么大 装修得好豪华呀 你不会连我们明光集团 都不知道吧 真不知道 不过听这个名字就 挺不错的 这是你的合同 看一下 谢谢啊 甲方按月支付乙方工资 三千元啊 这是第一个月 你试用期的工资 真没想到 试用期就这么多钱 怎么嫌多是吧 那你赶紧走啊 别干了 我干 我干 我们老板说了 试用期投三个月 每个月三千 三个月以后干得好的话 涨到五千 五千啊 真没想到 种个菜也能挣这么多钱 真不知道你是走了 什么狗屎运了 种个菜 比公司的白领挣得都多 不过你要搞清楚啊 这不是简单的种菜 这是我们公司的一项工程 工程啊 现在跟你说你也不懂 你就把菜种好就行了啊 这个您放心啊 包在我身上 种菜是我的专业啊 来 这个交给您 没什么事 那我先走了 别走 我问你个事 子彤是不是结婚了 跟谁结的 我 我 你什么你快说呀 他 他 瞅你这个怂样 你不是说号称是他男朋友 要保护他吗 连跟谁跑了都不知道 哼 你也就是子彤的一个备胎而已 备胎都不是 充其量就是个挡箭牌 备胎 什么意思啊 懒得跟你解释 这个是员工手册 拿回去好好看看 对了 公司对着装要求有规定 必须穿西装 发现一次不穿的话扣工资两百 穿西装怎么种菜啊 我没西装啊 喂 喂 要是什么 不然 我没有做的 我们要做的 跟谁的 是 是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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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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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朵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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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那 对 对不起啊 我 我找了一个新的工作 然后他们要求 要穿西装才能够去上班 我看我穿得挺合适的 你 你不介意吧 我当然不介意了 你穿着挺好的 那你就穿着吧 谢谢啊 易董 那 那我上班去了啊 哎呀 我穿西装 背员工手册 团队精神协作沟通配合 好 让我亲自下来 让我迎接他们 到时候 到时候你打电话给我就可以 另外呢 您好 我想上顶楼怎么去 你 我以为是谁呢 刘新盒呀 你穿成这样 真把自己当白领了 不是您让我这么穿的吗 哎 对了 员工手册我都背好了 要不然背给您听 来 你种菜的家伙都带了吗 都带齐了 行吧 走 行吧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西河 开工吧 来 我来帮您 哎 大婶 您来了 你还真能干啊 现在这个菜园子 才真正像个样子了 大婶 您不知道啊 在乡下的时候啊 他们都说 星河啊 你种的菜 还有庄稼 为什么都是最好的 我就告诉他们 我说 因为我有秘方 什么秘方啊 就是两个字 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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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觉得爱心最重要了 不管是种庄稼 还是种菜 还是养鸡 养鸭 他们都是有生命的 所以我觉得 一定要用一颗爱心 去照顾他们 去关心他们 你知道他们怎么说吗 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 星河啊 你是不是病啊 药不能停啊 不能放弃治疗啊 大婶 你是不是觉得 我真的有病啊 但是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没有啊 我觉得你很可爱 这个秘方很有价值 我记下了 爹 好顺口 把西装画下来了 还是穿自己的束缝 穿上龙袍也不像个太子 是的 穿上去 来来来 但是爹 您不知道啊 您没有亲眼看见 绝对不敢相信 那么豪华的一个大厦 的屋底上有一个 那么大的菜园子 我觉得这个想法特别地好 用苏局长的一句话说 非常地环保 好 星河啊 不是我说你 你这好不容易进了城了 得找点那像样点的工作 怎么又去种菜了 我觉得种菜挺好的呀 他们说这个不叫种菜 他们说是一个什么工程 我也弄不懂 那人家说什么你就信哪 你 你到底有完没完呢 人家星河哥喜欢 星河哥喜欢就好了 你应该支持他呀 不是老是去打击他吗 好 好 好 你支持他 我 我就支持他 好吗 来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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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多选菜啊 一朵 你别着急啊 我还没找到星辰 我这两天再去找他 等我找到他 我一定会跟他说 要他给你个交代 好吗 刘星河 你给我听好啊 你别想着把你那混蛋 弟弟他叫回来 祸祸祸祸祸 有我在这儿 他永远不要进这门 你跟一朵都死了这份去吧 你可怕你把你好熟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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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弄给我说的 看来你小子心里 没有这个爹了 到现在一个字都不提 啥事啊爹 别给我装糊涂 你给宋人家 姑娘 是咋回事 听说连结婚证都撤了 爹 你弟弟要起诉我 你也不让我省心哪 爹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是子彤他 他让我配合他 就是偏偏他爸 说等搬出来之后呢 就马上把证给消了 所以我就没跟您说 想你想的这么简单吗 现在城里这些年轻人 成天胡闹 把婚姻大事都当开玩笑 你是个挺稳重的孩子 你不能跟着学坏啊 爹 子彤她又不是一个坏姑娘 不管她是好姑娘是坏姑娘 你赶紧抓紧时间把这事解决了 去谁都不能娶她 爹 为什么呀 您怎么对子彤这么大意见 不是我对人家有意见 我是不想让别人误会我刘清平 想盼她苏家这门亲 爹 你想多了 那子彤他怎么能看得上我 我 真的 你可得给我说实话 你看看现在 你弟弟 把这一朵都造成这样了 咱们老刘家 欠人一朵太多了 你好说 现在也不同意一朵再嫁给星辰了 星河啊 我想过了 你弟弟欠的情啊 还是你来还了吧 爹 其实 一朵呀喜欢的人是星辰 我对他再好 他也不会觉得幸福呀 你懂什么呀 我问你 你觉着 你妈跟我这辈子 幸不幸福 幸 幸福啊 就是呀 可当年 你妈喜欢的也不是我呀 是你姥姨让她嫁给了我 我答应好好给她过一辈子 你看 现在也不是挺好的吗 真的 真的 那 那我妈她喜欢谁啊 这事就别问了 说了你也不知道 我 爹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咱们村 不就那么几个人 哪 哪个我不认识啊 不是咱们村的 是下方的咱们村的 一个自清 原来还有这么回事啊 我可是跟你说清楚了 你抓紧时间把这些事都过了了 过几天我再跟你好书 说说你和义托的事 是 就这么着了 去马去吧 来 行长 来 请坐 谢谢董事长 来啊 来啊 在总公司 安排了你那间新办公室怎么样 谢谢董事长 特别地好 我今天叫你来啊 是想告诉你 我们公司下一步的工作重点 是竞标市里面的一个大工程 叫外来工之家 这个是个大工程 不光有建筑 而且还有一些后续的开发 如果我们能竞标成功 会有一大笔砖头 更为重要的是 这回 是在市领导面前 树立我们公司形象的 绝佳事迹 这个项目 我管老虎一定要拿下 不过 我得找一个信得过的 又有能力的人 来担纲这个助理 董事长 有重义的人吗 这个人啊 他远在天边 尽在眼前 怎么 这么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你都不要吗 当然不是了 董事长 我只是有点受宠若惊 那就好 那就好好干 来 坐坐坐坐 是董事长 我前两天啊 刚跟苏文勇在一起吃了饭 他告诉我啊 如何才能突出 这个外来工之家的家字 我想你小子 也是从农村到城里来的 所以你要好好研究研究 这个问题 只要揣透了这个苏文勇的心思 竞标的事 就算成功了一半 我明白了 我明白了 真是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凉啊 刘京平啊 还真有能耐 生了你们这两个 有本事的儿子 你那个哥哥 可也不简单啊 我不明白您什么意思 吃 饺子 饺子 是你煲的吗 嗯 我们中午就吃这个吧 哎 那没有餐具怎么吃啊 就用手吧 用手 对啊 您看 嗯 好好吃 吃 好吃 好吃 這個味道就像我當時 在鄉下的那個味道 那個時候也是經常 也是沒有餐具 然後大家都拿手抓著吃啊 特別好玩 好久沒有這樣了 那您多吃點 怎麼了 這盒是留到晚上吃的 不是的 這是我給我弟弟做的 他很久沒有吃 我剖的餃子了 我待會兒就給他送過去 你真是個好哥哥 那您多吃點 我就先走了 那行 大師啊 我今天特別高興 沒想到跟你一起吃餃子 讓你想起 那麼多美好的回憶 再見 大師 再見 我兒子如果還活著 應該也這麼大了 先生 請問你找誰呢 請問劉欣誠的辦公室在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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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他哥 不好意思 劉總在開會呢 這都什麼時候了 還在開會呢 還在開會呢 他一定沒吃飯吧 他一定沒吃飯吧 不知道幾點才能結束呢 不知道幾點才能結束呢 那這樣吧 那這樣吧 麻煩你把這個交給他好嗎 麻煩你把這個交給他好嗎 你就告訴他 這是我們家包的餃子 他好久沒吃過了 好的 我會交給劉總的 你真是一個好哥哥 謝謝你啊 你們都是公司的精英 看看你們做的策劃啊 一塌糊塗 怎麼可能能入圍呢 為外來工打造家園 重點在家字 你們給我的詞 什麼溫暖溫馨 難道別的公司想不到嗎 你們的創意在哪裡 毒陽 你是副組長 你說說看 劉總 你先別生氣 以前每次策劃案 我們的團 都會先去了解一下 領導的意思 但這次我們什麼都不知道 我們都像眉頭苍蝇一樣 只能做出來這些 普通的策劃案了 你的意思 責任在於我 不是不是 劉總 我是想說 如果我們能知道 蘇劇長這次招標的測重點 我想我們一定會做得 有地方是的 好 我會想辦法去獲得相關信息 我的責任我承擔 但是 把責任推給別人這種作風 我很不喜歡 王菲 從今天開始 你接替毒陽的工作 是的劉總 劉總 不用解釋了 你們都出去吧 劉總 進 劉總 吃飯了 我不會說了之後 我不吃飯嗎 這是你哥哥剛剛 特意送來的餃子 他怕你只顧哥哥 不吃飯的 我哥哥人呢 已經走了 你出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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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哥 进来吧 爹 洗衣裳款 这是给你买的铺铲 把你的礼品拿回去吧 我没你这儿子 爹 星辰剑回来了 说明他自己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您就别跟他计较啊 我给你说明把他拿回去 是 爹 爸 爹 哥 今天来我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 帮忙 你先把一朵的事情解决好吧 一朵的事不能再拖了 你得给人家顾念一个说法 行 那好 我去找一朵